汪小飞婚变后首现身 大S汪小飞婚变怡云持续延烧 至今尚未明朗 就有八卦媒体拍到汪小飞现身酒吧 近日汪小飞从酒吧出门与好友会合 随后两位好友开始热聊 汪小飞则在一边玩手机 不过听到其中一位女生好友说要走 他随即叫住他 似乎是想送他一程 听他说完 那位女生便停下来继续和他们闲聊 之后汪小飞放下手机 又走到旁边与另外两位好友聊了几句 也不知说到什么 大家一起笑得不行 但没聊太久 他就退出聊天 在活动了一下身体以后 转头又回到刚才的好友身边 与他凑在一起看手机 很快他就开始大笑 而好友似乎没有get到他的笑点 只是随身附和 接着汪小飞又指了去旁边的女生 将话题引到他身上 美女也是积极与他说话 不知聊到什么 汪小飞又是一声大笑 看来今晚心情也是相当不错呀 过了一会儿 来接着车子到达 汪小飞就与这一男一女 一起上车离开了 看样子 这几天的离婚风波 已经安全度过 汪小飞又恢复了悠闲的日常生活呀 汪朋友聊天聚餐 有说有笑 似乎丝毫不受离婚风波影响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有网友猜测 该不会是夫妻和好了 亲爱的月 我们今天去到一个 好高好高的缆车上 好恐怖哦 爸爸吓得差点要尿裤子 差点要哭出来 可是他还是忍住 没有哭出来 爸爸好勇敢哦 妈 妈 那你再睡一觉 我爱你 你看这晚霞 你快过来看 小鱼儿最爱 美美 晚霞 是不是也很美 爱国和爱妻到底谁更重要 编辑再编辑 就是想先把老婆保住 求生育坚强 先是大半夜 情绪激动的卸下傻逼 汉奸等强烈字眼 老婆看到微博气炸了 打电话大吵一架之后 透过媒体被离婚的状态下 发现大事不妙 从一开始的强烈用词 慢慢的依序删除了敏感字眼 最后到了5月8号凌晨 汪小飞在微博分享了一首歌 Live Before You Love Me 似乎是半夜睡不着觉 只好以情歌疗伤 也试图挽回老婆的心 我看到你的来电 但我不想用这种方式离开你 歌曲一开头 似乎就暗藏玄机 耐人寻味 下方网友的留言 更是一面倒的帮汪小飞加油 要她好好红老婆追回大S 对照汪小飞现身酒吧开心聊天 看来一连串的编辑贴文 和爱老婆宣言似乎真的都笑了 优优独播剧场——源